上海恒沙岛唯一的集贸市场 水产丰富 猪肉蔬果新鲜 看看物价如何 好了朋友们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 新岛集贸市场的门口 它也是恒沙岛上面 唯一的一个大型市场 我也是看网友推荐过来的 门口管理还挺严格的 不戴口罩还不让进 这边的海鲜水产 看网上说也都非常新鲜 有的是恒沙岛当地的 也有从长兴岛运过来的 这些摊位老板 很多都是本地岛民 因此都很淳朴 不会担心短筋缺量 我这日了起来贼弄也多 这叫什么鱼 金鲨鱼 这里的特产 小河沟的 这个是什么 黑鱼 有个小鱼 还有个堵着号 这是五十斤 六十一斤 七十一斤 八十一斤 最贵的是什么 不是 八七六 最贵的都是养在里面 一百多两百个 九二十 海鲜啊这是 这个 这个六十五 这个二十五 这也是海鲜一样的了 一样的 这个贵一点 这个桂析 这两个桂析 这个是甜的一点 这什么鱼啊 这是那个鱼鱼 鱼鱼啊 单多没有标价 不知道什么价格 卖猪肉的牛腿 牛腱 卖饼的 枪竹 这个农贸市场相当大啊 上面有个区域 都写得很清楚 卖酱菜的 切面垫 豆子 这是什么 网织啊 这是什么 黄鳝啊 卖鱼 这怎么卖 二十块 这是乌仁老 八小鱼 二十块 这里还有卖虫鸣糕的 这个都是牛肉还是猪肉 猪肉呀 猪肉 是什么猪吧 这是你们这里的猪 本地猪 比较好的是什么 不为的 好多么就五花楼 这个 五花楼 这多少钱一千 这个十四 十四 那倒不贵 十四 这里外面还有一千 我们看一看 这都是一些 鱼滩 卖种子的 刚刚跳出来的 这什么鱼和鲫鱼啊 这野生鲫鱼啊 真的是野生的 我今天不回去 别拨买这个新活的 这卖种子的 这个是 你别拨买这个 你别拨买那么不贵 你别拨买这个 这个鱼就多少钱一间 八块 这里还有 来找餐的油条 这带着 鲫鱼的烙度 都是这鱼餐的 这不用使什么鱼 没看到过 这叫什么鱼 这叫 这 这多少钱一家 十块钱一 全都是大鱼蟹 买小商品的 买熟食的 很多上海过来 买新鲜食酥的 这干这怎么卖 三块 多少钱 一盒二十块 一盒二十块 一盒一盒 菜厂门口 还有很多卖橘子的 这橘子多少钱一间 这个两块 这个一块五 一块五 要吗 一块五 一块五好了 一块五的 一块五 可以 你们帮我拿一点吧 你要打 收招去忙 做个东西 起来的 多少钱 四块 四块钱 四块钱 四块三毛 我给你五块钱 五块钱可以可以 这里还有这个烤囊和羊肉串 还有一个专门卖水果的地方 你看门口这个停车场还挺大的 都是停电瓶车的 好了 那大家觉得横沙岛上面唯一的一个大型集贸市场 这个物价和东西怎么样呢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秋库 喜欢秋库的也可以点关注点个转发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打开就位 谢谢大家